請你跟我這樣 哇 到底小孩是不是真的 說謊高手呢 這個保玲老師幫你做個測驗 我們現在要測的就是 總共我們現在有四張不同的顏色組合 第一張是黃色跟橘色 第二張是粉紅色跟紫色 第三張是兒黃色跟粉紅色 第四張是紅色跟粉紅色 佩妮的直覺選一張就可以知道 我該如何改變才能讓我的孩子不說謊 所以像小朋友來選嗎 對 小孩子跟爸媽都要做 都可以選 因為要讓小孩再也不說謊 爸媽比較重要而已 對 好 來 我選B B 維麗媽呢 A C C B A C D 選一個 你們不必為了要節目把它填滿喔 大家都有中 你們都可以選自己的喔 然後弟弟呢 Daniel呢 Daniel你要選哪一個 你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哪一個顏色 哪一個顏色比較漂亮 多起來 多起來 來 你要選哪一個 D啊 D OK 來 這樣仔細看 那妳呢 哪一個顏色 橘子 會紫 這個嗎 拿給他紫來 哪一個 B OK 好 那我們就先來解第一張 如果觀眾朋友們的小孩子 還有父母親選到的是第一張A的話呢 你該如何做成讓孩子再也不說謊呢 因為你們雙方都缺乏安全感 所以小孩子她恐懼被罵 維麗媽媽選到的就是A 這代表說她在物質層面跟金錢層面的部分 會有很多的擔憂跟很多的恐懼 所以在意識上面呢 她會擔心明天工作怎麼辦 後天工作要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她在算錢的時候 她就很緊張 這個焦慮 孩子第一個時刻 馬上可以感受得到 媽媽怎麼了 所以她這種媽媽容易 因為她會在環境一些感覺 影響到對孩子的態度 當然 因為孩子的感覺 比大人還要再更清楚更敏感 她就會開始媽媽媽媽 她就會去找媽媽 那她會很恐懼被罵 因為她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會開始擔心了 所以她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建議是 你千萬不要把你的不安跟你的害怕 在小孩子的面前 或是在四周感染出去 因為她是可以接收得到你的害怕 了解 我想就是說在專職媽媽 全職的媽媽 通常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當你為孩子付出越多 離開社會越遠的時候 其實那個心裡邊是越空虛的 所以你把你的時間都付出在 三個孩子的身上 所以有時候那個沒有安全感 是來自於你每天都在 採米油鹽這樣 日復一日的在那個漩渦裡 所以很容易就把自己 這個不安全感的情緒會投上去 所以她有時候要等於 釋放一下自己的情緒 要要要 對可能媽媽可以去參加一些的 讀書團或者其他的 再來B嗎 接下來B小媽媽跟小孩子一樣 都選到是B的話呢 代表的就是呢 小孩子他很害怕做錯事情 所以欲蓋迷彰 那首先第一個要注意的是 小孩子對自己的要求 是非常高跟非常完整跟完美的 所以這個孩子呢 他可能很怕做錯一點點事情 就被你罵 因為他希望得到被你的讚賞跟讚許 他就會趕快把他的那個錯誤掩飾 那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出在 父母親喔 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他的情緒不穩定 譬如說父母本身就是比較暴力的 或是情緒是比較容易 父母親常常會容易吵架 所以在這個時候 沒有辦法釋放的時候 小孩子只要做一件事情 爸爸媽媽媽就不耐煩 一不耐煩可能就是 不可以 就馬上很兇的那個態度 就出去了 一出去小孩子 你知道小孩子的感知能力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他馬上會覺得說 會說了 又是我做錯事情了 會說了 所以呢 他為了要掩蓋他的那個錯誤 怕被處罰 所以他馬上呢 就會有一套自我防衛的機制 所以剛剛在VCR有一個 他說 糖果咧 他說阿姨拿的 阿姨給的 有沒有 反應就馬上跑出來了 所以他絕對會遇待彌髒 或者是馬上就是加害於其他人說 阿姨拿的 你知道嗎 他就馬上就趕快跟我切割沒關係 這樣我就不會被處罰了 那再來C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C的話呢 代表的就是呢 要特別小心的是 父母關係比較不穩定 所以小孩子害怕失去 你知道嗎 其實他可以感知到跟感受到 父母之間有一些溝通的困難 或是溝通的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平常啊 爸爸媽媽就很容易抱怨另外一半 所以呢可能你們在孩子面前 沒有表現出一個很專業的父母心 我們是恩愛家庭的角度 所以當爸爸在跟媽媽吵架 或是念媽媽的時候 小孩子就在旁邊聽 所以小孩子就會很害怕說 有一天我這個家會不會不穩啊 我會不會就會失去其中一方呢 那尤其我們要特別注意是 這個有可能會是隔代教養 或者是父母關係是比較忙碌的 所以沒有時間照顧到孩子的感覺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是4的話 就是紅色跟粉紅色的這個組合的話 來說的話是缺乏承諾害怕失去 其實他應該是說缺乏承諾是 爸爸媽媽常常答應大家的事情都忘記 比如說我們一定要帶你去買糖果 你乖我就買完去就父母親忘記了 你知道就忘了這件事情 可是孩子他永遠是記得的 他記得他就覺得說 既然你會對我說謊 那我也對你說謊沒關係 所以他其實在玩弄你 通常如果選到這一段的話 表示這個小孩子他可能需要更多的關注 可能需要更多的注意力 因為在這個時候你可能不注意他 或是你一點都沒有在乎的感覺 而且爸媽要以身作則 所以上次要特別注意父母親 一定要以身作則 對 那我想請教李醫師 所以大概孩子的發展 譬如說到幾歲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真的完全聽得懂 這個時候父母親就要注意了 其實各位觀眾可以回去想想看 你大概記得什麼 爸媽對你講的話 你最常有記憶 大概在三歲以後才會有 三歲之前其實爸媽怎麼做呢 通常小朋友記憶力都不會有 所以當然有個笑話 如果你要打小朋友的話 最好三歲先打 他不會記 這誤啦好了 我可以修正 我可以修正 那所以三歲之後的教育 其實要非常注意 父母親的身教 嚴教都是會影響小朋友 下一步跟每一步 真的齁 那你們家那個聯絡部 是怎麼回事 欸 你怎麼知道 對就是 我們家女兒也是 她可能是求好親切 然後他們都有5 step 就是 所有的規則 午飯 然後午睡都好的話 就是5個step是最好的 然後有一次 她回家了 她通常啊 她的表情就是說 她回到家 第一件是會拿passport 他們的那個聯絡部叫passport passport給你的時候 就知道說 今天一定是5 step 然後如果 她顧著 又有延攤 然後去那邊洗手 不敢秀出來 然後我就會問她 她就說 沒有啊 老師今天沒給我 她就跟我說 老師今天沒給她 我就趕快打電話去給老師 對 老師說她今天只有拿到三個step 對 假如明天她拿回來 還是三個印章的話 你那時候應該很高興的 然後請她吃牛排 或是她的冰淇淋 因為 因為 因為他鼓勵 因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要求 再拿五個印章 因為你今天她 因為她沒有 她今天是因為說謊 而不是她今天拿三個印章 而被處罰 對 讓她很清楚知道 所以你應該處罰是她處罰她說謊 不是處罰她 只拿三個印章 所以明天她拿三個印章 剩她拿兩個印章 她願意告訴你 你都應該跟昌明哥剛講 抱她 請她吃牛排冰淇淋 我覺得這樣的話 她就會下去就會很高興 媽媽我今天拿一個 對不對 全班的印章都被我收起來了 因為我最多 她一上前老師都沒關係 我想這是一個 所以呢 我們這個小孩子 這個到底她那個 說謊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邱老師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或是一個測驗 來看看好不好 好 我們就是從這幾個小朋友 我們看到有五個 很可愛的小朋友的圖 對不對 那其實他們都有一些 很細微的不同 比如說 你看他們頭的比例 好像不太相同 表情不太一樣 對 手的長度也不太相同 或者是腳的長度也不太相同 所以在家裡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引導他們做的話 就是看自己選哪一個 可能就讓他們自己畫 可能他們畫出來 這個特徵會更明顯 來 Daniel 你選哪一個 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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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人也有效嗎 是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真的嗎 也可以測出 我們大人愛說謊的原因 有一點評判 你不敢做這個測驗 那我們要選得很謹慎 放膽去選吧 我選 我選1 那我選B好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看那個 都沒有人選的A 好不好 那我想說 那你去收你的房間 然後地板上的東西 都還是一樣 他就收一兩樣 他就說我收完了 像這樣怎麼辦 這時候我媽媽 跟著小朋友一道收 收到一半 然後再讓他示範 媽媽這樣收 然後半女收 那示範一次如果不行 出來兩次不行 就在家裡